我一半都 今晚要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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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鳥搖屯裡都會嗨跳最紅開花舞 朝日氣氛但火辣舞蹈跳得忘我 讓粉絲很擔心腳傷真的沒關係嗎 腳傷還好嗎 沒關係 沒關係 原來是26號她左腳踩到升降舞台空隙 不慎扭傷退場 讓粉絲很心疼 本人笑回沒關係 要大家別擔心 因為腳傷都是家常便飯 還大秀流利台語 到底口音經驗全場 謙虛的說自己還要多加練習 而和同時樂天女孩的林香後不見後 因為林香到美國出席MLB大聯盟 台灣日活動同框大股賞品 讓她直呼很羨慕 我都看過公演的影片 我都看過公演的影片 但我都很懶惰 接下來我也可以去 我不喜歡 29號就要回韓國 李多會感嘆 工作行程太滿 下一次來還想去更多地方 欣賞台灣的美 三連新聞林凱中文宣 台報道 登場前先精神喊話 前一塊旋律搭上洗腦歌詞 七位樂天女孩 27號前進歐克蘭運動家台灣日 賽前表演跳自己的歌 展現獨特應援魅力 還邀請啦啦隊員林香當開球代表 好來喔 雖然不小心挖地瓜 但一個彈跳還是進了捕手手套 完成難得的開球體驗 就是有點失誤 來不及改變那個球的角度 球就離開我的手 然後他就出去了 太難了啦 因為多多練習 現場有超多滑橋 有台灣的國旗 場邊僑胞熱情歡迎 女孩一出場手機狂拍 還有粉絲興奮到邊叫邊跳 秀出手上這張 樂天女孩2022發行的EP 應援支持 可以在越過一個海洋的地方 然後看到這麼多台灣人 覺得其實是很興奮很感動的 奧克蘭運動家隊主場 第二次舉辦台灣日活動 參加人數比去年多十倍 林香說看到異地這麼多台灣人 很感動以台灣人為榮 球團領隊受訪也強調 這回參加台灣日 不只推廣棒球文化 樂天女孩演出 也讓台灣被看見 三立新聞李文山參加宣 台北報導 參加速度 間奏 對 感谢观看